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今天要讲的案件故事是关于一个失踪的16岁的少女 至今她的下落依然是一个谜 但是在她失踪几年之后 她的母亲偶然间在网络上看见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视频 里面的受害者非常地像自己的女儿 那么这是否能够成为破案的关键呢? 2016年,一名叫Hope的中年女子在浏览YouTube的时候 突然被推荐到了一个七年前发布的视频 视频的名字叫做Hey Walter,我有了新的女友 而点开了之后,当中的内容让Hope的心都快碎了 我会找到很多的女友,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想看看她的衣服 她的最棒的衣服,最棒的衣服 最棒的衣服,最棒的衣服我曾经看到她的衣服 我认为她想要我购买她的衣服 因为她一直在看着我 她的衣服,你知她的衣服 然后我们就累了一下 然后我回到我的房间 我认为她恋了我的衣服 视频里这名眼睛里透露着疯狂的男子 就像恐怖片里的变态绑架犯一样 在和自己的同伴展示自己的受害者 而被绑在地上的那名受害女子的身影 让Hope的心里就像被插进了一把刀子一样 因为她看起来实在是太像自己已经失踪了七年的女儿Kayla了 Kayla于1993年出生在维斯康辛州的一个小城Antico 这是一个人口不多,治安很好的小镇 居民们基本上都互相认识 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和养育子女的地方 Kayla的双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她和哥哥一起跟着母亲Hope一起生活 但是虽然离婚了Kayla的父母亲还是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所以Kayla和哥哥能够随时去看望父亲 也可以在父亲或者母亲家里分别居住 在这样的环境里Kayla慢慢的长大 成为了一名聪明甜美擅长运动的女孩 到初中为止她都是一个很听话 让自己的母亲骄傲的孩子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切都慢慢的改变了 15岁的时候进入叛逆期的Kayla 经常和母亲说自己要在闺蜜家学习 有的时候时间很晚了就会打电话说就住在闺蜜家里了 但是事实上Kayla是和一群朋友去了35英里外的另一个城镇 Wassel 他们会通宵和一群大学生一起进行各种的派对 而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是在一个叫做Miguel的青年的家里 Miguel比Kayla大四岁 是当地的一个混混 他把这些躁动的年轻人聚在自己家办派对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销售一些违禁物品从中牟利 说白了他就是一个社会上的渣子 但是在涉事卫生的Kayla眼里 Miguel实在是太帅了 于是很快的他们就成为了男女朋友 2009年6月 Kayla的母亲Hope 发现女儿在学校的成绩一落千丈 在一深究就发现了这件事情 她自然是感到愤怒又伤心 为了挽救陷入迷途的女儿 她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搬家 带着女儿远离那一群不良的朋友们 于是她带着Kayla一起搬去了德克萨斯州 不过对新环境的不适应 和对家乡的怀念 很快地就击垮了这对母女俩 两个月之后的2009年8月 他们就又回到小镇Antico 而就在回到家乡几天之后 Kayla就出事了 2009年8月11号晚上 Kayla和哥哥一起在他们的父亲家里过夜 当晚一名叫做Kevin的男子 也就是Kayla的新男友 来接Kayla出去兜风 Kayla是Kayla哥哥的朋友 而且和Kayla的父亲也很熟 于是Kayla的父亲也就同意 她带自己的女儿出去 而当晚人们最后一次看见Kayla 是晚一些时候在家麦当劳 Kayla看起来非常的开心 她和朋友们说 自己吃一些夜宵马上就回家 但是第二天早上 Kayla的父亲起床之后 发现女儿并没有回来 她立刻就给前一晚上带走女儿的Kevin 打了电话 问她Kayla究竟在哪里 而Kayla在电话里说 头一天晚上Kayla说要去一个朋友家 于是她就把她送到了地方就走了 她觉得问题不大 Kayla晚一些一定会自己回家 但是Kayla的父亲等了整整一天 也没有见到女儿的影子 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于是她联系了前妻Hope 这时前夫妻两人 开始给所有她们能够想到的 女儿的朋友打电话 问她们是否见过Kayla 但是得到的答案都是 没有Kayla并不在这里 无奈的夫妻两只能够又去询问Kevin 既然她说把Kayla送去了朋友家里 但是究竟是哪个朋友家呢 而对于这个问题 Kevin始终是顾左右而言她 就是不正面回答 而在Kayla失踪了整整七天之后 她的父母终于报了警 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报警 是因为之前Kayla也曾经有好几次 在外面晃了快一周才回家的经历 但是这一次情况明显不同了 Kayla的父母从她的朋友那里了解到 虽然之前Kayla也会瞒着父母自己的下落 在外面玩一段时间 但是她和朋友们之间始终是保持联系的 她的朋友们都知道她在哪 但是这一次 所有的人都不清楚她具体的下落 确定女儿真的失踪了的父母 这才报了警 警方介入之后要询问的第一个人 自然是当晚最后一个见过Kayla的人 Kevin 在警方的逼问之下 Kevin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地址 说这里就是她在8月11号晚上放下Kayla的地方 她说自己把Kayla放在了那栋建筑的门口 就开车离开了 她并没有看见Kayla走进去 而这个地址上的房子 就是Kayla在之前两年经常参加聚会的地点 也是Kayla的前男友Miguel的家 不过很奇怪的一点是 Miguel在半年前就已经搬离了这里 而这栋房子从此之后就被废弃了 并没有任何人在这里居住 而Kayla其实是知道这一点的 警方也去询问过Miguel 而她也说自己并不知道Kayla的下落 这就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8月11号晚上Kayla真的来到了这栋废屋 那她有可能是约了别的人在这里见面 随后又去了别的地方 而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 Kevin在撒谎 她根本就没有送Kayla来过这里 她只是听说Kayla的前男友Miguel曾经住在这个地址 就这样告诉了警察 想要把责任推到Miguel的身上 而她根本不知道Miguel其实已经搬家了 可惜的是这些地方附近根本没有监控 所以警方也没有办法证明Kevin的话的真假 就在警方回头准备进一步对Kevin进行问话的时候 她的态度突然强硬了起来 说警察这样三番五次的传唤她 是对她的骚扰 她不仅拒绝继续合作 还雇佣了律师 当然警察也不是吃素的 既然Kevin不肯合作 警方就直接逮捕了她 并且针对她展开了调查 警方找来的探尸犬 就是一种专门训练的 只对人类的尸体腐败产生的味道 有反应的警犬 警方把Kevin的车混在其他的10辆车中间 然后带着探尸犬在当中走过 而警犬就单单地对Kevin的车发出了信号 但是可惜的是 警方随后对他的车做进一步的取证之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血液反应和其他的证据 随后警方带着探尸犬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搜索 警犬在Kevin的父母拥有的一片土地上 以及Kevin工作的地方都发出过信号 但是警方并没有能够从这些地方取得什么证据 然后他们就只能够释放了Kevin 而Kayla的前男友Miguel那边 也以受到警方的骚扰为理由 拒绝继续接受警方的问话 自此所有关于Kayla下落的线索都断绝了 这起案子也就变成了悬案 直到七年之后的2016年 Kayla的母亲Hope在YouTube上被推荐到了那个视频 Hope觉得视频里的那名受害女性 长得和Kayla简直一模一样 而且她身上穿的红色的衣服 也符合Kayla失踪的时候穿着红色上衣和牛仔裤的特征 除此之外 Hope还让自己家人都看了这个视频 大家都说里面那名女子的声音也非常像是Kayla的 而且这个视频上传的时间是2009年10月 刚好是当年Kayla失踪之后的两个月 Hope马上就报了警 而警方也立刻开始跟进调查 人们都期待着这新的线索能够带领警方找到Kayla的下落 这则骇人听闻的消息也很快就在网上发酵起来 2016年间有不少知名的up主都分析过这个视频 很多人得出的结论都是 这只是一个玩笑之作 但是也有人说 视频中的男子提到的和红衣女子 曾经在家服装连锁店和珠宝连锁店购物 而在距离Kayla失踪的地点 只有10分钟车程的一个购物中心里 就有相应的两家连锁店的分店 这是不是也未免太巧合了呢 也有网友说 在1981年的美国 曾经有一名叫做明生穴的强奸杀人犯 他绑架了一名年轻的母亲和他年幼的女儿 作案的过程中他还杀害了一名目击者 然后在囚禁这母女二人的两个月中 他又好几次带着他们开车出行 出现在市区 就好像在和周围的人展示自己的战利品一样 所以现在网上出现的这个视频 也有可能是真正的变态杀人狂 在利用人们心理上的盲区 来炫耀自己的猎物 因为围绕着这个视频的争议太大 YouTube后来就出手删除了这个视频 这就又让网友们炸了锅 有人说这是YouTube已经认证了这个视频是真的 总之最后就连FBI也开始跟进这个事件展开了调查 不过很快的令人失望的消息就传来了 警方发出了一份声明 说他们找到了视频的原作者和里面的两个演员 证明那个视频只是一名喜欢犯罪电影和恐怖片的up主 和一名女演员合作拍摄的短视频而已 当年他们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Kala失踪的案子 之所以有种种类似的地方 纯粹只是巧合而已 随后人们也找到了视频里的男子出演的一些其他的作品 果然都是一些比较猎奇和搞怪的内容 至此这条视频引起的激烈讨论才完全的停止了 而直到今天为止 Kala的失踪案依然是一起悬而未决的案子 警方每年都会发布新的模拟图 展示如果Kala还活着 那么到今天她应该是什么样子 而在我看来 这个案子当中的Kevin绝对是有最大的嫌疑 如果他真的温馨无愧 为什么会拒绝配合警方去寻找自己女友的下落呢 这种冷漠的态度实在是太令人迟冷了 但是因为警方没有找到证明他说谎的证据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逮捕他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这就不禁让人觉得 真的很需要有像上一期视频里那样的私家侦探介入 采用非常规的手段 才能够取得新的进展吧 而连续做了好几期女性遇害的案件故事视频 我也有一些感触 那就是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能够时刻保持警醒 因为这个世界的残酷和黑暗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而你觉得值得付出一切去相信去爱的那个人 也有可能隐藏着黑暗的面目 你很可能偶尔瞥见过一些迹象 但是你的内心却不愿意去承认 以至于后面可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让真正的关心和爱着你的亲人们 留下永远的遗憾和悲伤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